Connection,Connection就是連結的字串 這個連結字串是可以被修改的 修改成你要連結的資料庫 就可以去連你的後端了 那個網站 有一個網站其實都已經幫各位 整理好的那個網站的話 就叫做Connection Connection Street Connection Street 就是這個名稱Connection Street 後面加一個S 加一個S ConnectionStreet ConnectionStreet IngStreet 加一個S 因為這裡面的話連結字串有很多 很多種資料 Connection.com 這個網站 進來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那個連結字串就是從這邊參考 比如說我們是 SS的部分 SS部分 你可以把它點進來看 我是參考SS2007的這個部分 點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OLED 12的部分 AC1 其實就是我剛剛用的 那實際上我是用Standard Secure 這個部分 就是Provider 等於什麼呢 這個部分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從這邊 Core過去貼上去而已 然後後面有個Data Source Data Source 它有個範例就是 就是資料來原理一次 等於什麼呢 一個 往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 這個 絕對的路徑 C朝的某個位置 這個是絕對路徑固定的 可是有的時候你搬到別的地方去 資料會改 所以把它改成 thisbook 點path 就是改成相對的路徑 那實際上呢 這個地方 如果說 你要改成別的資料庫的話 基本上 假設你們公司 是SEEGO SERVER 2012 的話 對不對 其實點進去這邊就會有一個 Standard Security 也就是說你會有一個 SERVER 那SERVER的會有一個IP位置 或者一個SERVER NAME 然後後面的話呢 有一個DATABASE 你的DATABASE的名稱 另外一定會 因為 主機一定會有USER NAME跟PASSWORD 你就把 這個地方怎麼樣呢 改 改成 把這個地方改成你的 我們這一串 有沒有 後面這一串 OPEN後面這一串 就是OPEN什麼呢 OPEN一個 Connection 3 然後你就把它改了之後 就可以 不管後面是SS SQL Server Oracle MySQL 通通都可以 開得起來 不會有問題 不是有問題的嗎 想要